習近平以大陸中央軍委主席身份 赴解放軍駐港部隊石岡軍營檢閱 駐港部隊陸海空三軍 共三千一百六十六名官兵參與 還包括特種部隊和女兵部隊 為了強調解放軍駐港的意義 習近平教育口號由以往的首長好 改成了主席好 而三千多名官兵共分二十個方隊 接受檢閱 展示的軍事裝備包含輪行裝甲車 猛士偵查車 以及直八直九共十二架直升機場面盛大 習近平第一次檢閱香港解放軍部隊 人數大概三千一百多人 比之前胡錦濤還要略多一些些 堪稱歷來最大規模 為了迎接領導人視察 教育之前入場的安檢非常嚴格 包含防瘟疫 防膳儒等議體 膏狀或粉狀物品都禁止攜帶 甚至記者採訪用的手機充電器 平板電腦等設備也一律禁止 而在習近平檢閱駐港部隊之後 大陸國防部也證實 解放軍首艘航母遼寧號 將在跨區訓練期間 赴港出席解放軍進駐香港二十週年活動 強調主權的象徵意味濃厚 記者綜合報導